我比別人都是 因為我去年就有打溫網 所以就是對於草地就比別人還要更適應 然後就讓我幫助我今年就是 知道在草地上要有什麼打法 或者是在跑法上面就有做一些討論 我比較喜歡紅族 因為我是屬於就是在底線 跟對保高強度對手的那種選手 然後就是我比較喜歡球場比較慢的場地 然後紅族我覺得就是我比較適合 可能就是要再繼續努力 然後因為職業跟青少年還是不一樣 職業可能大家心裡都變得比較成熟 然後也都狀況都會表現得更穩定 然後那個體能方面也會都做得更雜實 所以我可能就要把自己的能力再提升起來這樣